4亿公里又如何?中国飞船将在一年后再突破历史,八年即可到达中国航天实力,在近几年来,可谓是大放光彩,先后在多个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比如中国自主打造的空间站,今天就已经吸引到了欧洲数十个国家,一同参与合作当中来,还有中国的北斗导航卫星系统,还包括在前段时间, 中国成功地朝着月球的背面,发射了嫦娥四号探测器,目前已经成功地在月球背面上,工作了近两个月的时间,这些都是中国曾经创造的历史。 不过有了这些成就之后,中国也并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而是继续朝着未知的前方努力着,比如将宇航员送上月球,并且在月球上建立基地,还有就是同美国一样,加入到探索火星的团队当中来, 这将会是接下来中国要做到的最为关键性的工作,那就是中国的飞船,必须要跨越四亿公里的长征路线,要确保飞船或者探测器,能够到达火星身边,等充分了解火星信息之后,肯定也会想要在火星上建立基地的。 这一切都不是中国在空口说白话,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中国的科研工作者们,实际上已经规划了多年的时间,并且已经初步计划好,大约在一年之后,就会让中国飞船朝着火星飞去了,这将会是中国及美国之后第二个实践探索火星的国家,到那个时候,中国的实力,哪怕是世界各国不愿意承认,也必须得承认了。 这将会是中国第一次探索火星的主要实现的工作,就是绕着火星飞行,以及落在火星的地面上,最后跟美国发射的火星探测车和探测器一样,在火星的地表上来回的巡视,以期望能够获得更多的火星消息。 不过我国这次火星飞船,是要比美国发射的火星探测车的难度高很多的,因为飞船和探测器总共加起来的重量。 已经超过了5吨,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组合体了,飞船的时速能够达到2.2万公里,预计半年的时间就可以到达到火星的身边了,接下来就是沐以待了。 2019中国航天新征程,中国航天今年发射将在超30次。 央视网消息,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消息,今年中国航天将在营高密度发射,全年发射次数将超30次,发射航天器超50颗。 在今年的航天发射任务中,嫦娥5号将实现我国首次月球采样返回,技术难度大,系统复杂,是完成探阅工程,绕,落,回的关键一步。 北斗卫星导航工程,将完成7件10星发射任务,为2020年全面完成全球组网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高分辨率队的观测系统,要实施高分7号卫星发射任务。 长征11号海上发射,和杰隆1号商业运载火箭,将实现首飞。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发射次数,将突破300次。 航天科技集团副总经理杨宝华,一个视频次高,我们今年还是计划还要超过30次宇航发射。 二是场点多,我们去年主要集中在传统的三个发射场,九圈中心太原中心和西昌中心,今年我们还要有两次在文昌中心,还有一个海上发射。 第三个特点就是依然是任务重,今年年底要实现嫦娥5号的发射,今年7月份左右,我们长征5号摇3要恢复发射,分量非常重。 此外,中国航天科技活动蓝皮书,也于昨天发布,对2018年中国航天活动进行全面探点。 根据统计,2018年全球航天发射次数,达114次,共将461个航天器送入太空。 其中,中国航天发射次,数以39次发射的成绩,据世界第一。 航天科技集团副总经理杨宝华,国民经济建设和国家科技进步需求量非常大,带动了我们宇航发射频次的提升。 第二就中国的商业航天,现在就如火如荼的发展起来了。 我们真正的高密度发射进入了常态化,这也是我们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迫的重要标志之一。 2018年39次航天发射,中国首取世界第一超级航天的辛酸与梦想。 超级航天的辛酸与梦想。 持续走热的科幻大片流浪地球,再次点燃人们对于航天的畸形与梦想,一万座笔珠穆朗马峰,还要高出数千米的行星发动机拔地而起,集结全球航天力量打造的成千上万枚火箭其次舱穹,以及数百艘载人飞船,在国际空间站如搭击木般自由穿梭狂奔等景象,让人集结成长,连呼震撼。 但,科幻终究是超现实的过去一年,全球发射的火箭加在一起,不过114次。 即便将时间拉回到人类航天元年1957年,从苏联发射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波尼克一号算起,到2018年年底,过去60多年,全球实施过的航天发射,也不过5801次,累计发射的航天器8960个,目前载轨运行的航天器总数,2192个。 要建造比人类历史上最大火箭的推力,还要高出数百万倍的行星发动机,而且是1万座,这种剧情能否在现实世界上演,短期内不得而知。 可以确定的是,在并非流浪的地球上,人类已经用血与汗,踏出了,奔向星辰大海的航天征程,截至目前,全球已有十多个国家具备轨道发射能力,把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跟太空中的卫星打招交道。 不管是已经离开历史舞台的美国阿波罗计划,还是目前仍在发射场不断挑战极限的猎鹰火箭。 不管是已经实现火星探测的机遇号好奇号,还是再次实现落月的中国长额玉兔,一伙是一只脚已经踏入航天强国的金牌长征火箭,都牵动亿万大众的神经。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一条中国长征火箭,开启超级2018的新闻刷屏,其中提到2018年,我国将执行至少35次发射任务,发射密度将创立是新高。 不久前,航天科技集团发布的,中国航天科技活动蓝皮书提到,一年过去,中国最终完成了39次发射。 这比预计的多了四次。 数字,对于航天迷和更大范围的读者来说,可能是科学幻想、技术解读之外,一个观察航天的更好视角。 或许可以让这些没有门槛的数字,帮我们记录下过去这一年轮番登场的航天大戏,以及成就超级航天背后的辛酸与梦想。 历史性第一背后的大国航天角力 39次,这个数字占全球总数的三分之一,记录着中国航天2018年的辉煌。 这其中,37次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实施,发射成功率100%,累计将103个航天器送入轨道。 依次由中国航天科攻集团的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实施,依次由民营商业航天企业北京蓝舰的朱雀一号运载火箭实施卫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失败记者注。 这一年,中国航天就是凭借39次这个数字,第一次独居世界第一无数航天人为之一阵。 2018年12月24日,美国SpaceX太空探索技术公司CEO埃隆马斯克,发表推特感叹点赞,中国航天发射次数首次超过美国,中国的航天进步令人吃惊。 这个历史性第一,不只是数量上的第一,还包括不少人类探索史的第一次。 比如,全球航天器的首次月备之旅。 2018年,我国雀桥中继星和嫦娥四号探测器相继成功发射,实现了地月拉格朗日L2点中继通信,月球北面软着陆和巡视探测等多个世界首次。 如今,嫦娥四号和玉兔二号,正在月球背面开展探测与研究。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局长吉姆·布里登斯廷,听门嫦娥四号,成功着陆月球背面的消息后,发表推特祝贺中国团队,并称这是人类史上的首次,更是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 还有备受瞩目的中国速度,北斗速度,过去一年,十次发射18颗北斗卫星,过去18年,发射43颗北斗卫星,100%成功率,组网发射最短间隔17天,创造了北斗组网发射历史上高密度,高成功率的新记录。 天疏贪狼,天拳温曲,遥光破军,是中国古人对北斗的解读,而如今的北斗,则蕴藏着现代导航科技的传奇。 不过横向对比来看,这个历史性第一,仍值得冷静对待。第一和第二之间,咬得很紧不说中国39次,美国34次,后者仅少了5次,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数字背后处处是看不见的硝烟,美、俄、欧竞相角力,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将航天作为重要战略选择。 过去一年,美国发布国家航天战略,提出使美国更加强大,更有竞争力,更加伟大,推动组建独立天军,欧洲则推进欧洲航天战略落地实施,因,得注重航天技术发展,地理信息,量子通信,全球连接等重点方向获得关注,等等。 用数字来看,2018年全球共实施114次发射任务者,可是冷战结束后,全球年度发射次数首次突破100次,上一次破百,已是28年前。 114次发射中,112次任务取得成功,成功率也创下近年新高。 461个航天器发射升空,成功入轨的航天器数量居历史首位,可谓竞争与合作交织互动,创新与创造涌动迸发。 航天器数量被大比分甩在第二。 一个颇具异味的细节是,我国发射次数虽然位居第一,但发射到太空的航天器数量,却只排到了第二倍。 根据航天器所属国家统计,全球114次发射,共将461个航天器送往太空。 这其中,美国34次发射了211个航天器,中国39次发射了105个航天器,包括95个国内航天器和10个国外航天器。 前者遥遥领先,占全球半壁江山,后者则被大比分差甩在第二位。 航天人有这样一句话,航天发展,动力先行。 飞向太空的动力,靠的就是火箭发射。 但其最终目的,还是将更多,更大,更重的航天器送往太空。 如今的局面是发射次数多,送达数量少,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我国火箭载人运货的能力,距离美国等发达国家,仍有一定距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